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,有个被时间遗忘的偏僻乡村,那里风景如画,民风淳朴。 主人公叫巴斯,她的父母早逝,是一位从小和物工杂货为伴的姑娘。 骑着马穿梭零件的她,与当时的传统女性决然相反。 她青春貌美,自尊自强,桀骜不逊,又夹这些虚荣。 欢迎来到《小城电影》,我是小麦,这次分享的是《远离沉潇》。 该片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托马斯·哈黛的《同名小说》。 巴斯前往姑母家基础基金,引起了善良朴实的农场主奥克的注意。 春去秋来,循环往复,两人很快熟悉了起来。 一段时间下来,巴斯对奥克充满了好感,而奥克对他的爱也越来越然。 不久,奥克抱着一只小羊羔向巴斯求婚时,却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。 一方面,巴斯不懂爱情,不懂婚姻,不想过相夫教子的约束生活。 另一方面,他认为自己无德无能,配不上拥有一百亩地的奥克。 求婚为国,奥克转世离去。 这时候巴斯又追上钱表示,我也不是说一定不会嫁给你。 这句魔力两可的话,让奥克觉得还有机会。 可就在这天,两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。 夜深时分,一只牧羊犬莫名失控,让一百多只羔羊滴落悬崖而死。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,导致奥克的农场直接破产。 一夜之间,他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人。 正当奥克黯然离去时,巴斯却因舅舅的离世,意外继承对方留下的遗产,因此瞬间变成大农场主。 而奥克拿着最后一点钱,带着失望离开了家。 途中村里另一个农场突发大火,所有人忙成一团。 奥克二话不说,主动爬上屋顶扑灭火源。 正是他的帮助,一仓库的脉托煤化成灰烬。 经过一夜,这场大火才被扑灭。 巧去巧在,这家农场这是巴斯所继承的。 天色刚亮,正当奥克决定继续前行时,新农场主巴斯骑马抵达。 于是这次意外救火,让老燕飞飞的男女又被牵在一起。 就这样,朴实憨厚的奥克流了下来,成为了巴斯农场的新洋官。 如今经济与地位的转变,他只能把那份爱慕深藏心底。 此后奥克不露声色地帮巴斯打理农场,比如他会解救务实毒草的羔羊。 他会教巴斯打磨刀具,无论碰到什么困难,奥克都会默默地守护着他。 而事实上,巴斯也离不开对方。 但爱与主仆关系,巴斯打心底也认为两人再无可能。 日常生活中,巴斯全力缺经营舅舅留下的遗产,不管是种地还是牧羊,他都会亲自参与。 甚至在男人进出的交易市场,他也敢于前去驾谈买卖,日复一日的农物生活,让巴斯的思想越来越独立。 就在成长的阶段中,他又遇到了第二个男人。 经女不介绍,他认识了殷实富有的邻居伯德先生。 对方正值中年,风度翩翩又陈述稳重,但伯德丧亲之后,对其他女人没有兴趣。 几次接触下来,伯德一直对巴斯冷若冰霜,而巴斯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忽略。 情人节前夕,他做了一个有欠考虑的恶作剧,竟给伯德寄去一张取我的卡片。 结果简单的几句情话,点燃了伯德心底的柔情,孤傲冷漠,却孤独脆弱的男人,强烈的希望能拥有这位与众不同的姑娘。 几日过后,伯德认为时机成熟,邀请巴斯到家做客,并珍重地提出求婚。 他认为自己年纪大些,但懂得照顾和体谅,他家还有一千亩地,完全可以让巴斯支柱无忧。 巴斯听完顿时满脸尴尬,只好向自己的鲁莽行为道歉。 幸好伯德并没放在心上,他仍在追问两人能否结缘。 此时巴斯想到自己有农场,有着稳定的收入,对傅太太的生活不感兴趣,而且他不是温室里的花朵,更不会做一个人的附属。 因此巴斯婉言拒绝了对方,然而伯德没有放弃,他愿意继续等待这份渺茫的希望。 就在这时,巴斯的第三个男人出现了,那场火灾过后,农场一度陷入低迷。 有个叫洛斯的女仆不辞而别,竟和年轻中士特洛伊斯蒂婚约。 然而婚礼当天,洛斯记错了地点,走进了其他人的教堂。 这让苦苦等待的特洛伊心如死灰,一气之下,他放弃了官职,准备远走他乡。 夜晚巴斯在农场巡视完毕,他穿过一片冷山林时,裙边被几根树枝刮到,正好碰到明定大罪的特洛伊。 微弱的提灯下,他被这张英俊帅气的脸深深吸引。 没想到特洛伊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,轻而易举骗走了巴斯的芳心。 没过几天,两人外出约会,特洛伊在巴斯面前耍剑,他趁着转身的一瞬,突然附身吻了姑娘的嘴唇。 结果这一吻,让全身颤抖的巴斯陷入情网,无法自拔。 奥克得知此事,时刻提醒巴斯要提防,因为他听说过特洛伊和女仆交往的事情,然而巴斯非但不听,还认为他多管闲事。 就在政治中,奥克碰到了自己最怕看见的局面,巴斯已经同意特洛伊的求婚。 婚礼在草料仓里举办,快活的村民纵情自乐,一换功夫就烂嘴如泥,外面则车点霹雳,雷声滚滚。 奥克告诉巴斯,飓风就要来袭,脉洞急需人手加固,但还没等巴斯决策,特洛伊就草草打发了对方。 这几句话,巴斯就意识到丈夫对农场根本不关心。 此时奥克已经爬上堕堆上,吃力地帮粮食盖着云布,就在电闪雷铭前的迎客,巴斯出现在了他的身旁。 显而易见,奥克失去过羊群,懂得巴斯的心中所幸,而他那双粗大强壮的手,也给巴斯带来满满的安全感。 一直以来,奥克始终对巴斯不离不弃,可富翁伯德又何尝不是如此? 由于保护得当,装甲安然无恙,伯德对奥克的能力赞不绝口,同时他也把奥克看作信任的朋友,并当面倾诉满腔的压抑和悲伤。 因为伯德怎么也想不明白,巴斯为何会嫁给一无是处的特洛伊? 而婚后特洛伊丸丸的本性也暴露了出来,他有手好闲不务正业,在家不是追赶鹅群,就是用军刀乱砍围栏。 这天特洛伊外出闲逛时,遇到了四处讨钱的女仆洛斯,从而得知对方走错教堂,才导致婚礼失约。 很快两人就情复燃,棘手的是,女仆身患重病,又身怀三甲。 于是他开始逼问巴斯要钱,由于特洛伊过度挥霍,家中存款早已捉进奸肘。 眼看巴斯不肯,他便摔门而出,其实很久以来巴斯也很困惑,他怎会醉心如此不堪的男人。 偏偏在这天,女仆在外病逝,她的尸体被运回待过的农场,特洛伊既不顾及妻子的感受,当面亲吻死去的女仆, 甚至还说了一句,你在我心里什么都不是了,从此她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不久村民从海边找到了特洛伊的军服,有人认为她投海自尽,有人认为她被海浪卷走。 第二年的圣诞节,伯德金星安排了一场舞会,他购买了一颗硕大的钻戒,准备对手寡多时的巴斯求婚。 伯德信心满满,他认为对方肯定会给出满意的答复,因此他还邀请了奥克,甚至还安排两人共舞。 摇摆不定的巴斯肖傲可寻求建议,却得到一句,做您认为对的选择。 这个软弱且敷衍的答复,切得巴斯愤然离席。 谁知道,巴斯刚走出大门,竟撞见了犹如鬼魂般归来的特洛伊。 原来他被愚民救起,因此死里逃生。 而自从女仆死后,特洛伊充满了怨气。 他穿着那件新红色的军装,上前粗暴地抓住巴斯的臂膀,情不自禁地大声嘶吼,发现着失去爱人的痛苦。 就在巴斯发出惊恐尖叫时,背后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,特洛伊扑越在地,再也没有起来。 而不远处,伯德的手里端着一支冒烟的力枪。 就这样,欲求心切的伯德因冲动杀人,背叛无期徒刑。 到了春季,巴斯逐渐恢复过来,而一直陪伴他的奥克,却打算要离开农场。 直到这时,巴斯才意识到自己需要的是能够相互扶持和陪伴的婚姻。 由于片刻,他骑着马追上了走出农场的奥克。 巴斯放下了对阶级的偏见,主动让对方向自己求婚。 最终两人结束雇佣关系,成为朝夕相伴的爱人,过起了远离陈霄的幸福生活。 到此,他们不仅仅是生活在远离伦敦200公里的乡村, 更从内心上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旧习俗,那种以屈从为代价的阶级社会划清界限。 在如梦似幻的夕阳下,他们牵着马走向远方,整部电影到此落幕。 观看电影解说,关注小春电影,我是小麦, 别忘了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点赞哦。 下期栏目,不见不散。 下期栏目,不见不散。